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吴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吴 今天这一期跟大家聊一聊马英九啊 在双十那一天,马英九说了一段硬话 执作了蔡英文,对不对 说蔡英文,你说两岸互相不隶属是错误的 你违反了伪中华民国的宪法增修条文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啊 对不对,导致呢台湾岛内的一些舆论爆了 很多的台湾的记者围着马英九 你给我解释解释,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你想干嘛,对不对 你给我解释解释清楚了 马英九就说啊,两岸是两个地区,不是两个国家 对不对,因为这是宪法里写的,不信你自己去看 讲到这儿的时候,很多大陆的网友可能会很开心 马上又开始了,马先生说的对,马先生说的好 马先生不容易啊,台湾岛内那么大的压力底下 还能说出实话,太难得了 对不对,马先生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就是国民党 这是马英九 活该,为什么我跟大家说他活该 因为自私啊 为什么我跟大家说这就是国民党 这就是马英九的自私呢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咱们先来讲一讲马英九的自私啊 为什么我说他自私呢 因为马英九他说的这些话 其实在台湾岛内很多的名嘴 很多的网红,其实也都会说这种话 对不对 因为确实台湾的那个伪民国的宪法就在那摆着呢 然后的话,民进党天天啊,台独台独 虽然说也都是骗,也都是假的 明摆着就违反了伪民国的宪法 这个东西他都是摆在那的 马英九他们这些人啊 讲这些话对于他自己来说有没有利 当然是有利的 不然的话我也不会说他自私 为什么呢 因为说实话呀 只要是你稍微有点脑子 你就能够判断两岸的方向 两岸的趋势在哪儿 可是等你这种聪明人判断出来了方向 判断出来了趋势之后 你不把你判断出来的过程和结果告诉大家 而且台湾岛内的蓝莹里边能够带风向的政治人物 说实话 仅剩马英九一位了 还有另外一位韩姓的毛征克啊 现在也不敢出来说话 说的太多会被民进党骂 那位怂的那儿 马英九还算是台湾岛内蓝莹里边比较能带风向的了 结果呢 他也不把实话说出来 这个实话其实说出来没那么难 这个实话说出来可以辅助他说出的啊 比如说指责蔡英文的这些话 可是就是不说 自己得利就够了 这个利在哪儿 这个利就在于未来台湾的趋势 台湾的趋势改变不了了 台湾的趋势是什么 美国人要弄死台湾呢 对不对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啊 台积电最近的股价 虽然说有新闻报道出来了 创造了94年以来最大的跌幅 但是你可以去看一看 今年2022年1月份的时候 台积电的股价上升到了最高 将近700块新台币 现在就剩300多块了 将近跌了一半啊 大家得知道啊 台积电的股价能够往一半里去跌 大家知道代表什么意义吗 代表有人在抛售啊 什么意思啊 谁有能力抛售台积电的股票 谁有能力要做空台积电 谁呀 大家觉得是谁 只有美国呀 美国现在 这个态度很清楚了 你台湾不听话是吧 你台积电不搬是吧 我从金融方面搞你 其实这也就是一直以来 美国人一直向全世界展示那样 我工具箱里面有很多工具哦 你不听话 我这有工具能收拾你哦 所以说大家看到这一点 稍微长点脑子 稍微对于这个形势能够判断的啊 这些人来说的话 都能看到这一点 你的趋势在这了 如果台积电成为了美国的首要敌人 美国的工具箱里面那可多了 都要收拾你台积电 现在大家也看到了台积电股价跌成这个鸟样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从今年一月份的最高端跌到了现在将近还剩一半的一种状态地下 你就能够感觉得到谁在里边动手了 为什么动手 只要开始动手 他什么时候才会停 只有你死的那一天 他才会停啊 所以说这就是台湾 这就是台湾的未来 台湾没有了台积电 哪怕别说是美国人把台积电台湾的芯片行业挖走了 哪怕是台积电就剩个半残的状态 就剩半残了 还留在台湾岛上 台湾的经济还剩什么 台湾还有什么经济能撑起来 对不对 什么都没有了 这就是台湾的未来呀 所以说稍微对于局势 对于局势能够有判断的话 都知道美国把台湾视为仇扣 你不听美国的话是吧 你跟美国对着干是吧 美国有很多的办法收拾你 那台湾的经济将要被受影响 马上就要被影响了 如果台积电废了 其实台积电对于美国的吸引力也没有多少了 美国从金融方面抛售做空台湾的股票 包含台积电包含台湾股市 台湾股市最近也是在跌 对不对 然后做空了这些 把台湾的钱从股市拿走的话 其实对于美国来说 退而求其次啊 你台积电不行了是吧 你台积电要完了 你台积电不听话是吧 不走是吧 可以 我让你成为一个空壳公司 你没有钱 没有钱 你这公司没有发展 没有发展会带来另外一件事情 那就是人才要走啊 对不对 就跟前一段时间跟大家说的一个新闻一样 美国那边要做的是什么 我们美国人一定要保证啊 台湾被武统之间啊 台积电的人才去美国 坐上去美国的飞机呀 美国人把话都说白了 对不对 我可以不要你台积电的这个 这个公司 这个壳 我也可以不要你啊 所谓的那些技术啊 那些制程上的领先的优势 不要 我要你的人才 而且你这个公司成为一个壳之后 你掌握的那些高端的制程 可能包含一部分知识产权 那个时候你的知识产权 你手里的知识产权也不值钱了 谁能买呀 对不对啊 谁能买呀 总而言之 美国有一百种方法要弄死台湾 弄死台湾的芯片行业啊 现在就已经开始了 你看看台积电的股价你就知道了 所以说以现在这种状况 稍微你别说让他提前啊 一年判断台湾未来的局势 台积电被瓜分 他没这种能力 现在都已经发生这种事了 你像 你像满英九这些人看不出来吗 他肯定看得出来 所以说台湾的未来在哪 跑不掉了各位 台湾跑不掉了 台湾如果经济完蛋了 经济全毁 剩下的是什么 剩下的就是刺猬 对不对 买点美国的标枪 美国的那个啊 回旋回旋刀 对不对 对不对 台湾的年轻人一人一折子 管什么用啊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台湾的未来确定了 很多的政治人物 要给自己在历史上 留下什么样的名字 他就要有所动作了 像满英九这种人 其实很在乎自己的名声的 对不对 他这个时候啊 像这个蔡英文说出了硬话 满英九这种人性格 能说硬话 确实不容易啊 黏黏乎乎的这种人 然后让他说个痛快话 很难 典型的国民党啊 然后的话 现在说硬话了 你蔡英文错了 两个互相不隶属 这是错误的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违反了宪法 然后啊 这个呢 你们有意见 你去看宪法就行了 对不对 自己去看 然后满英九把这个话说了 其实在历史上的定位 他是有了 哎 他不是一个台独政客 对不对 他还是一个啊 起码在现阶段里面来看 能够把实话说出来 认定自己是哪儿人 而且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归属 他还维持了这样的一个体系 起码 在台湾的未来 在中国的历史上面 还能留下一个对钩 对不对 然后总而言之 就是这种状态 可是我刚才跟大家说 自私是什么意思呢 你把自己的历史定位留下来了 那台湾人呢 你是台湾的政客 对不对 曾经当过那个伪民国的总统 你应该把老百姓当什么 你应该把老百姓当自己的祖宗啊 结果呢 说实话 你像马英九他们这些人 尤其是国民党的性格 永远把老百姓当成孙子 他绝对不会当祖宗的 你要当祖宗应该如何来做 咱们也别当祖宗 你起码当个平等的人 我好 他也好 咱们都是台湾 这一片土地一块长起来的 咱们一起有个好的未来 能怎样 对不对 如何给一般的台湾人 有一个好一点的未来呢 说实话 对不对 不用边讲话 不用你说瞎话 把实话说出来 这就是我最近一直以来 跟大家强调的 国民党人要说实话 就是不说 对不对 自己的名声留下来了 自己的名声 我就是能够在中国的历史上 起码有一对勾吧 对不对 然后的话台湾就是中国的领土 对不对 起码我知道守住这个宪法 这个目的也就达到了 对不对 共产党也不会奈我和未来 假如台湾统一了 我马英九也不会出都出太大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说自己保住了 你保保别人 什么叫保别人 实话 什么实话 让台湾人知道谁在坑他 就这么样一个简单的一个事情 对不对 民进党在挣扎 拼命的挣扎 你就看一看民进党蔡英文 包含那个委台湾的经济部 对不对 你看看 拼命的挣扎 然后的话 不能搬 台积电不能搬 只有留在台湾岛上面 这个大陆才能依赖于我们 大陆才不敢动手 对不对 美国你也得保卫台湾 我们要维持台湾的这个供应链 布林肯 你说什么台湾的芯片 严重威胁了 这个世界的经济 没有威胁 没有威胁 就是没有威胁 民进党在挣扎 但是这个挣扎的这个态度 其实大家基本上也快看明白了 他其实是向大陆在挣扎 这个答案很明显 可是你马英九 你看到了民进党都已经有了这种表现 开始跟美国人喊硬化了 你国民党应该做什么呢 对不对 你应该告诉台湾人谁在害他们 谁在坑死他 谁在让台湾变成一个穷岛 谁让台湾人未来赚不着钱 穷死 你得把这个话说清楚啊 对不对 你不说 你不说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这种结果 你在岛内被污名化嘛 记者就天天追着你问 你看看你是马区长了 马区长 对不对 你还当那个伪总统呢 你你你投敌吧你 对不对 所以说在岛内就会被这样污名化 所以说我刚才跟大家说活该 马英九活该 原因也是在这 对不对 你不把话讲明白 其实在台湾岛内你说他们不知道 台湾到底什么地位吗 之前我就跟大家聊过一个问题 只要是台湾人都知道 台湾马那街啊 都有那个机车 有摩托车吗 摩托车的车牌 很多上面都有三个字 叫台湾省 哪个台湾人没见过呀 对不对 他们不知道自己什么位置吗 都知道都清楚 心里跟明镜一样 只不过现在 对不对 然后他啊 把大陆视为敌人 只要你说有利于大陆的话 不管是真话假话 他们都疯了 但是哪怕是这种情况 如果说你能把真实情况说出来 然后他对于国民党的选举也有利啊 因为什么呢 谁能辩驳这个事吗 对不对 谁能辩驳 美国就是要台湾的芯片行业 布林肯话都说成那样了 你台湾的芯片就是严重威胁了全球的经济 美国的财长耶伦 下边就说如何不是威胁呢 不是威胁在美国生产芯片吗 这美国人的目的不就很清楚吗 把台积电和台积电附属的企业挖走吗 结果走到今天啊 你民进党不走不走呢 你看看股市 你看看台湾的股市 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谁在做空啊 你把这些实话说出来 台湾的老百姓会思考的 对不对 大家得知道啊 很多的人都在说啊 就是台积电对于台湾的意义 台湾人说是啊 那个啊 啊 护国身上 对不对 真的是护国身上 其实不是啊 之前跟大家说 台积电被搬走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就是台湾的芯片行业被搬走吗 台湾最好的行业没有了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影响 对于一般的台湾人来说 台积电在台湾的股市 它确实让很多的台湾人赚到了钱 对不对 大家都拿点台积电的股票 那也算是沾了台积电的光 你台积电越做越好 越做越棒啊 大家跟着一起赚钱 你的股价往上去走 哎 我们兜里的钱越来越多啊 台积电就是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种状态 而且台积电成为了台湾股市主力股 唯一一个主力股 也就是这样 所以说呢 台积电其实在台湾 在台湾的股市上市 也是在向台湾人分立 可是台湾台积电被搬走 那台湾的这帮买 拿着那个台积电股票那些股民怎么办 也要倒霉啊 所以说只有你国民党 只有你马英九把实话说出来 然后的话 这些拿着台积电股票的这些人 才知道谁是敌人 对不对 然后的话才知道啊 包含台湾的老百姓啊 觉得啊 我们台积电护锅神山 哇 我们护锅神山的是美国人 然后让他们知道这个事情 他们才会想 对不对 之前啊 天天跟美国人啊 那个什么陪笑脸的啊 民进党 对不对 把美国人抱美国人大腿的民进党啊 那就是个坏蛋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国民党才有正当性啊 什么叫正当性 国民党 大家也都知道 嘿 这中国的中上阶层的政党 有点士大夫的特征 对不对 你得为民请命啊 你得把话说出来吧 为民请命啊 你不能怎么自私啊 当然了 我跟各位讲 他那个自私我也能理解 得罪不起美国人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像马英九这种人啊 希望在中国的历史上能够打个对钩 而且未来假如同一了 那未来在 在这个老共的面前 可能也会好过一些 不能得罪老共 但是他也不敢得罪美国 对不对 这就是大家看到了 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天天在那 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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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美反共 亲美有日 何路 天天怎么喊 永远离不开亲美 一个主要的原因 不敢得罪美国人 害怕 虽然说能理解他这种害怕吧 但是说实话 你国民党是不是个政党啊 你作为一个男人 你是不是应该勇敢一点呢 对不对 你为了中国人做点事 对不对 问题是他绝对不会的 他只为他自己做事啊 大家得知道啊 他说出一些实话 那是理所应当的 他不说实话 那才应该千刀万挂呀 刚才跟大家讲到了 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党性啊 有点士大夫的特征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士大夫的特征 现在连为民请命 他都不会了啊 他只会保住自己的利益 当然了 这个东西啊 大家可能对中国历史上 比较熟的话 观察一下啊 这个明末的党争 对不对 天天啊 我们都是为国为民的 对不对 我们跟蛮亲 跟蛮人拼了 对不对 跟他死磕 结果呢 清朝一来 当了清朝的大官 这种士大夫 你看一看 有多少啊 对不对 跟那个时候 很像啊 一模一样啊 只顾自己的利益 嘴上说的比谁都好听 但是的话 你连说好听 为民请命 这种事 你连说都不说了 你为了老百姓 你说点实话 哪怕挨点骂 又如何呢 不说不说 就不说 为什么呢 因为我害怕 因为什么呢 因为水太凉啊 这就是国民党 不过呢 话跟大家讲回来 为什么讨厌国民党 因为国民党这个特性 带来的这种讨厌啊 这个特性就是啊 这个士大夫的这个特性啊 这个士大夫特性呢 就是典型的 就是天天会骂 特别会骂 你不能得罪他 你要得罪他 他天天的骂你 你知道吗 就是骂你几百年 之前跟大家聊过啊 这个士大夫 怎么骂这个 骂自己的对手的 比如说啊 比如说 阎党 对不对 魏忠贤 对不对 魏忠贤是不是好东西 我不好说 反正不是好东西 也不见得是个完全的坏东西 就是说啊 这个世界啊 他对立的两个派别 他不见得一个是正义 一个是邪恶 没准这两边都有问题 对不对 没有这 没准这两边 偷他妈齐了八怪的 你就比如说啊 像像明末的 明末时期的党政 阎党 大家可以看一看 就骂了多少年了 对不对 你比如说像什么锦衣卫啊 像什么东厂西厂啊 他的老板是谁 老板是皇帝啊 他是为谁做事 是为皇帝做事啊 这天天啊 明末的那帮 士大夫天天的 拿着东厂西厂 几一位在那骂 你们阉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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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的多他妈难听啊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你不看看他背后老板是谁 他不管 你知道吗 他是不管的 我们是清高的 但是的话 明末时期 那种水太凉的表现 大家也都看到了 对不对 你们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形象 其实我相信啊 老百姓心里跟明镜似的 但是这帮人 骂人的能力 那叫一个墙 对不对 什么叫骂人的能力 那叫一个墙 明末呀 中间经过了整整一个清朝 然后再经过了民国 大家去看一看 香港六七十年代 老少士的电影 只要里边有太监的形象 都是你可以看一下 都是什么样的形象 没有好玩意儿 奇怪的 古怪的 娘娘腔的 对不对 野蛮的 没人性的 全是这种形象 大家得知道啊 就是香港那一批 香港那一批 就是电影圈里边的人 有很多的啊 是有点士大夫特点的 尤其是 比如说啊 香港 大家都知道 什么这个四大才子 那个四大才子 对不对 为什么喜欢搞 这种四大才子啊 其实对于中国传统上的文人 还是比较崇敬的 所以说呢 这些人给香港的 这些文化圈 带来了很多 原来士大夫的那条东西 香港的电影圈 也遗留了很多 原来士大夫的那些道德观 士大夫认为谁不好 谁那就是坏蛋嘛 对不对 谁不好呢 刚才跟大家说了 明朝的电影 只要讲明朝那些事 对不对 只要讲到了党政 出现了这个太监的形象 没好人 骂你骂了多少年 从明末一直骂到了这个香港 对骂到了新中国 新中国时期的香港电影里边的一些形象 多少年呀 不带停的骂的 对不对 不仅是如此 你就看看国民党 谁是他的敌人 他骂谁 对不对 国民党推翻了这个满清啊 是啊 满清不好 满清坏 对不对 但是的话 你看看他骂的 还有谱没谱了 啊 比如说啊 像雍正啊 得位不正 他也在说 比如说啊 这个清朝到最后都是啊 都是一帮啊 昏庸的啊 然后的话 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先进呢 这种谣言出来多少年 对不对 那清朝到底是为何而亡 不管 为什么呢 到底为何而亡 是因为他自己坏 他们没脑子 蠢笨 用这种方式来骂 清朝的灭亡 有他必然的原因 但是清朝的灭亡 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原因 但是他就是骂 为什么呢 因为我民国有正当性啊 推翻清朝的正当性 就来源于此 当然了 这也算比较正常 但是接下来继续 推翻清朝的 有另外一方势力 袁世凯呀 北洋军阀呀 对不对 然后北洋军阀 这帮军阀在这个国民党眼里 什么样的形象 继续去看香港老电影嘛 骂你多少年 对不对 军阀 那就是什么 荒淫的 没文化的 野蛮的 土匪的 愚蠢的 只要沾军阀都是这样 可是军阀都是这种形象吗 军阀里边有文化的 然后造建大学的 也有 但是他 军阀当然有军阀的落后性 这个落后性 绝对不是因为什么好色 愚蠢 军阀里边有这种 但是的话 这不是军阀能够代表 所有军阀的一种形象 但是总而言之 只要你是北洋军阀 只要你是国民党的敌人 骂死你 照样骂 对不对 不仅如此 老公呢 对不对 老公呢 你腿子 土匪 野蛮人 再去看香港老电影 都是这种形象啊 对不对 老蒋小蒋到台湾之后 天天的骂老公 老公有问题 老公这儿有问题 老公那儿有问题 对不对 老公这儿也不行 老公那儿也不行 全都是AK 这样的 对不对 导致 导致后来到80年代 虽然说台湾人 已经知道了啊 这个反攻大陆 不可能 但是的话 台湾人会生理上的厌恶大陆 不想跟大陆站在一起吗 野蛮吗 土匪吗 对不对 也就导致了现在的两岸的一种状态 总而言之 这就是国民党 他骂人的能力很强 他士大夫那一面 就剩下骂人了 对不对 为民请命 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 嘴上说的很好听 我在为民请命啊 怎么怎么样 你 问题 实质做事的能力没有 没有说能够建构一个论述的能力 这就是现在国民党 你蔡英文这儿错了 你蔡英文那儿错了 对不对 你蔡英文这个说的不对 那个说的也不对 但是你给台湾人一条出路啊 不说不说就是不说 我就是不拿出路 对不对 你为什么啊 说这种话呢 是因为宪法里面写了 但是他不说 他看看到了台湾的趋势 台湾的未来在哪 他看到了 因为现在正在发生 有人在做空台积电 有人在做空台湾的股市 为什么呢 总而言之吧 这就是国民党 总而言之 很多的同学 不要代入到国民党 那个角度去看问题 你代入到国民党 那个角度看问题 你把他立成正义的 你就大错特错了 你只有看清楚了 国民党的本质 你只有看清楚了 国民党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身上的那种 士大夫的性格 他无能自私 水太凉 然后天天会骂人 天天在那儿啊 骂这个骂那个 骂几百年 天天的啊 没有建构能力 天天的只为自己的 未来着想 你看清楚这个 你也就能够分清楚国民党了 其实国民党只要能够做好了 其实在未来 假如两岸统一了 假如就像香港一样 一国两制 也搞选举 国民党还能留有一席之地 但是的话 我不希望 国民党这么作死自己 挺好的 对不对 在台湾岛内 继续的作烂自己的口碑 让台湾人厌恶他 对不对 你说出来一些啊 虽然说是实话 但是现在台湾人确实不爱听 但是的话 你得告诉台湾人实话 让台湾人自己去动脑子 自己去得冲那个结论啊 你要不说的话 未来你就是个死 哪怕未来统一了 国民党在未来的 假如是一国两制架构里边的 这个台湾岛的政局里面 你也没有任何的位置 没有任何的位置留给你国民党 当然了 这是好事 这是我乐于见到的 总而言之 国民党你自己不争气 不要赖别人 没人会捧着你的 没人会哄着你 你是大宝贝 你是这个人上人 我们都爱你 不可能 自己要检讨 你要想能够在这个历史上继续生存下去 就得自己动脑 自己应该要做什么 要做那些自私的事 水太凉 天天骂人 还是能够想明白 能够带起一片风向 如果学会了带风向 学会了把实话说出来 还是有希望的 但是我跟各位讲 希望几乎为命 好吧 今天这一期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